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2月15日 星期二 今天是元宵節 祝大家元宵節快樂 這一節要講的 跟英國有關 我們這一節要講的 跟香港也有關 跟英國也有關 這個我們要講的 是香港監察 Hong Kong Watch 本台的聽眾 以及元宵宵的聽眾 還有很多香港人應該都很熟悉 香港監察這個組織 香港監察這個組織 就是有我們的 末代港督 彭定康在裡面 裏面 CEO就是Benedict Rogers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因為 在英國的 香港人集會或者遊行 絕大多數的時候 你也會看到 Benedict Rogers 我們最近也有機會 跟Benedict Rogers 跟鄭文杰一起聊天 說話主要是關於香港的前途問題 說回發生甚麼事 香港監察在今天 英國時間今天 就是 發生 他們的網站就發現 被香港的網絡供應商封鎖 大家知道 香港監察在 整個英國那個政界裏面 有很大的影響力 亦都在 很多不同的政策上 支持香港人 在這個時候 香港 的網絡供應商把香港監察的網站 封鎖 這件事 就是跟香港港共政府的政策有關 這個絕對是 政府的行為 這個絕對是 政府 透過公權力 去干擾 市民和網上自由的行為 我們詳細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 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上兩節已經說了 我們現在發生甚麼事 我們現在 繼續遭受指控 以及投訴 因此我們會修正我們那個支持六部曲的字眼 避免遭受指控 請大家 繼續支持本台 繼續 我們越受打壓 希望大家越繼續支持 做得比平時更多 去回應這些 這些做法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繼續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還有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星期二日報 就是後備戶口 但是我們的成績 都相當之不錯 但是名次我們就不會說了 因為 網友提醒 叫我們不要說 說出有事的之後 所以我們就不會說了 但是告訴大家 成績相當之不錯 以我們的訂閱人數只有九萬多來說 成績相當之好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經濟許可的朋友 請繼續支持 和訂閱本台的Patreon 其他朋友 請你繼續幫我們欣賞節目 欣賞廣告 繼續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播放和欣賞 有投訴和指控 指稱我們 就是 幾個字有問題 叫做無限loop 但是我們這裡也要重申 以及澄清 節目清單是YouTube的內置功能 節目清單就是預料被用戶打開的 所以大家 不需要理會 繼續打開節目清單 繼續 播放和欣賞 我們完全不認為這樣的字眼有任何問題 其他論述不再說了 其他節數就已經說了 我們繼續回到香港監察的情況 香港監察也是透過網民告訴他 因為香港監察 裡面住大部分的人 應該全部才對 應該也是 在英國 不在香港 有香港的網民發現 透過香港的網絡供應商 上網 上不了 香港監察的網站 這裡也說一點IT的問題 你平時上網 網絡就很視乎你的網絡供應商是誰 換句話說 跟VPN有一點相似 你的網絡就等於經過你的網絡供應商 然後才會流出大海 所以 如果你的網絡供應商 將部分的網站就是屏蔽 那麼你使用他們的網絡供應的時候 就有機會瀏覽不了那些網站 根據香港網民的報料 情況就是他們透過 電訊營科 中國移動 香港寬頻 以及網上行 差不多是香港 主流的全部的 互聯網供應商來的 透過他們的網絡服務 就是沒有辦法在香港瀏覽 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的網站 根據Hong Kong Watch發的聲明 它就說這個 跟更改了 網域 名稱系統DNS就是相關 好了 看看 過去的歷史 香港政府 已經透過 不同的 在不同的階段 對不同的網站實施了封鎖 包括 香港偏年市 還有促進 轉型正義委員會 香港約章2021 這幾個網站 都被 香港 香港政府 透過 要求那個網絡供應商 將他們 在香港 屏蔽 網絡自由專家 Layvon Hamon 在Twitter上寫 說這次這個網站被移除 就是跟香港偏年市 較早之前被移除的模式相同 換句話說 我們可以假定 這個做法就是來自港共政府 來自港共政府 透過警察的權力 逼令 香港的互聯網供應商 對香港監察的網頁 進行封鎖 香港監察的總裁 Benedict Rogers 就說 這次這個封鎖香港監察的網站的做法 假如不是一個技術的故障 就是 香港 香港政府動用這個國安法 使得香港市民 沒有辦法再瀏覽到他們的網站 他說這是對網絡 網絡自由一個很嚴重的打擊 隨著 不斷有網站被刪除 他說大家擔心 中國可能會開始 對香港的網絡 引入這個香港防火牆 他也擔心就是再這樣下去 久而久之 造成 西方國家的科技公司 在香港 失去信心 對他們 在香港的 持續發展就會受到嚴重影響 他繼續進一步指出 香港本來作為 香港的 金融中心 這個地方能不能夠作為金融中心 取決於那個資訊 是不是能夠繼續自由流動 他就說記者應該就要向 香港政府去查詢 為甚麼香港監察的網站被移除 我們也透過這個訊息訪問了 Benethodes 問他關於這次 香港監察的網站被移除 這件事 他也告訴我們 這件事發生在今天 英國時間 2月 14日 我們也進一步問他關於 如果將來 中共真的在香港引入防火牆的時候 問他到底有甚麼看法 當然這個就是個人看法 這裡也要補充少許資料 因為香港監察始終是一個組織 所以 他們很多時候 真的有問題 的時候 可能需要透過 開會討論才能夠有官方的立場 這一點就正如我們昨天所說 所以我們說我們發表意見的時候 如果沒有特別註明 既定的立場 應該 那個就當成是評論和意見 因為 既定立場 通常就是一個組織 開會 就著某些問題 或者某些事項作出官方的回應 或者將書面寫下 這個你就可以解讀成是既定的立場 所以我們問 Benet Rogers主要是關於 他的看法 關於如果真的中國大陸在現在這一刻 引入防火牆 我們 香港人 還有英國 有沒有辦法反擊他呢 他個人意見認為 對著中共這些行為 防火牆封鎖香港那個網絡的自由 他應該覺得 需要推出對中國大陸更加嚴格的制裁措施 同一時間他也覺得 需要 去研討到底是不是應該去投資 就是一些方法去繞過那個防火牆 以上就是Benet Rogers的意見 我們繼續討論這件事 假如真的有防火牆 以我們所知 如果運用 VPN 可以避開這種技術 避開這個 網絡供應商對於 特定的網站的封鎖 用VPN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 是其中一個 指標的方法 不自本 假如 中共真的在香港 大規模引入更加 巨型的防火牆 單是靠VPN 其實就不是一個好方法 又或是這麼說 他可能不是那麼容易令你可以用到VPN跳過他的封鎖 所以 可能真的需要 醞釀和討論就是一套技術 一套 方便到大家 怎樣在將來可能 需要 翻牆的工具 我們也有理由相信 香港港共政府會再進一步 封鎖那些 他們 跟他們意見不相同 所有在外國的網站 我們認為 香港政府沒有那麼快 就會封鎖那些 科網巨企 的網站 例如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等等 他們沒有那麼快會封鎖 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不能夠 特定地 封鎖到 例如在Facebook裏面 某一個組織的網頁 他就不能夠那麼容易特定地封鎖那個 網頁 他只能夠封鎖整個Facebook 所以導致他們暫時未實施這件事 換句話說 香港監察 那個 Facebook網頁 你應該可以繼續在香港也可以看到 但是 他們的網站就去不了 好 這裡請大家 時不時留意情況 看看香港會不會進行網絡封鎖 如果大家 未安裝VPN 請大家盡量上網去找多些相關的資料 快點看看 VPN到底應該怎麼安裝 好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了 拜拜